啊 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钢笔评测视频啊 这样子今天这根笔对吧 白白色的你们看到是你们看一下这个标对吧 呃比较说的那个916皮卡索的国内的一个钢笔品牌 呃比较另类的基本上呃很少 怎么说很少人拥有这个品牌 为什么呢呃这个会这一次会给大家解释 因为我自己用了差不多三个礼拜了这根笔 因为通常一根笔我用了三个礼拜 我才会用来评测视频的没用过不到三个礼拜 我是不会的就是我不会藏心的那样子去追那个潮流去这样子拍影片啊 然后先这样子给大家看一下这根笔的尺寸 他有黑色白色的不同颜色自己可以去那个淘宝上面去看 然后再下来这样子13.2左右的一个长度对吧 然后总长是这样子 然后再下来的话就是这样你我收工贵的比 你一定要这样便宜的随便啊对不对 但是我更喜欢是这样子 因为呃真的我是用习惯了真的啊 然后这样子这根长度对吧 我先给他顺便看一看 这样子12.1对吧 12.1的一个长度 然后再下来呢是这个呃这样 这样子 然后呢 十呃15.3 基本上是这样子呃15.3 然后这个就是他的一个拿比赛的长度 但是个人觉得怪怪的 嗯反正就另外有一个问题是这个 我甩一下看一下你们能不能听到 你看里面这个声音 里面就是说他的那个什么安装的那个精度 就是说金不是属于一个造工他精度特别高的一种材料啊 然后这个比跟无印比起来的话 无印的重量好的比那种重量感都是比较集中的 就是说营距离会比较强我这么没拿 我觉得这个重量很集中 那这个我觉得他很散 他重量主要是在两端 然后这时候打开一下这根比的话主要还是那个几个部分吗 对吧 哎这样 正常的一个跟英雄一样的359C默契 对吧 应该是这个声音 但是对是C默契的声音 但是这感觉吧很薄 这个拿起来手感非常薄 而且非常整个感觉这块非常轻 我是喜欢这块比较重的这两这两个比较轻的 他反过来 然后整个感觉就是什么就是我一拿上手感觉是 花钱做这两个的成本是比这个要高的就是我拿一下子这样子一感觉这个重量 跟这个比这个重 笔杆比较重 笔杆跟这个也是笔杆重 就是说这个是配笔是有点奇怪的 然后送的话 送有送墨水 还有两个笔件 一个0.5 一个1.0的一个这样子 这样子的一个弯尖对吧 就这样这种弯尖 可以说是俗称的那个书法尖吗 然后就看个人喜好了 我是用不好 说实话我真的不会用 这个这两种 然后笔的话反正就是 要拆的话我吃一点 就是这根就是一个实验品 去拍那个拆笔视频 大家可以去我另外那个播放清单那边去看 然后笔的话给大家看一下里面 里面的话其实它造工还是OK的 这点还是说实话 还是说比较公道的给大家讲一句话 然后这个地方我看一下能不能那个放大 OK可以了 可能是说就正常的很干净 对吧 整个整个感觉对吧 然后这个笔杆的 其实我认为资料还是可以的 然后这里面也是你看非常干净 其实还可以的 整个就是黄铜干就是说那个铜的干饼 然后整个外观是烤漆对吧 这两个做做工是没有问题 但是我认为不太环保 就是我个人是喜欢那种像万宝龙那种 就是糖池 因为一来某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通过温度的一个转变 对吧 温度的一个就是说龙点控制的时候 它能分开回去就是金属和磁的材料 比较环保一点 虽然说这个作用不是很明显 毕竟钢笔的量不是很大 但是我个人来讲还是能环保就环保 我是很纯上环保一个人 这个比基本上讲的就这些了 书写感受其实我觉得没必要给你们写 因为你看我也没上墨 我也是喜欢笔给你们看的 因为他的书写感受真的就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 就是说呃我只能我给两个字能用 就这么讲能用没有别的了 那其他的你喜欢的就换换笔尖 他是走这种就换笔尖 这种就是说呃坏了不心疼的这种路线 对吧 你如果是有有这种心态的 我觉得你买一根这个是可以 而且呃怎么说 他这个质感是有 但手感并不是特别出色 我只能这么说 然后整个的话还有这个笔笔的声音 你们听一下 对这笔的声音还是很很OK 就给人感觉就是说很很紧的这个东西 我这根笔非常紧不会松对吧 不是那么容易松呃 或者我这样子给的话 我我就拉一点点 你看他这里已经开始有点紧了 在这个地方已经开始有点 其实已经卡住了开始 就是说这里是一个像活塞的这样子一感觉 然后我这样一放对 这样子就OK了 就说他这个的手感怎么说呃有点用力 就但是高端比拿起来那种通常都会比较省力对吧 或者是扭的嘛 但这个的话他做起来就是说给人感觉虽然说比较低端 但是呃或者是说价格比较实惠 应该这么讲 那比没有高低之分嘛 然后这样子进去其实这个感觉做的还是比较好的 但是跟来讲如果你比起松的话来讲的话怎么讲的 我或者我拿一下我另外一根我我拿一下我海运给你们听一下的声音吧 对吧 轻很多不用不用怎么用力 对就这样子 反而其实像他的这个声音嘛对吧 给你感觉还更清脆一点 其实但是就是说比较紧海运就真的很松 我就这样子随随便便就就OK就能拿出来对吧 就这样子 所以说这个就一个差别吧 主要是这个这一下我觉得是有点太紧了 但是也可以 被毕竟给给我感觉这个就是说他属于那种就是 比较就是说比较安全的吧 或者比较呃怎么说耐用的一种一种这样子感觉 然后这里就是一个正常的原材料嘛 原材料 然后在白色这个部分在烤漆嘛 所以就整根笔大概就差不多这样子了 然后就今天的这个皮卡索的916的评设视频就到这里啊 那个谢谢大家